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维也纳拥有独一无二的地理位置 也被称为金色的U字 维也纳步行街拥有53,400平方米的购物面积 是奥地利经济增长最快的商业区 拥有年销售额40亿的商业街 这是奥地利其他城市所没有的 在坎特大街的入口处 坐落着世界最著名的歌剧院 维也纳国家歌剧院 中央地带则坐落着维也纳最重要的主教教堂 史蒂芬教堂 步行区的终点是米夏埃尔广场和米夏埃尔门 从米夏埃尔门可以通向维也纳 胡福堡皇宫 位于凯恩堂大街上的施华洛士奇店 是世界上最大的施华洛士奇店面 总面积超过1200平方米 位于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中心地段 在外观上 由400万颗嵌入木墙的切割水晶组成的蜂巢木墙 使店铺本身就是一件艺术品 在店面内部 45只造型各异 色彩缤纷的水晶列宝 每到夺人心魄的瀑布水晶吊灯 由16000面小镜子构成的荧光之湖 使置身其中的顾客 恍若来到了璀璨的水晶世界 在这里 您会不断邂逅施华洛士奇的所有著名产品 当然 除了梦幻般的购物之旅 在店内专为国际艺术家而设立的立方体展示平台上 您还能欣赏到曾斩获众多国际大奖 并五次荣英英国年度最佳时装配饰设计师的 菲利浦崔西等国际知名设计师的经典作品 每轮美奂的水晶世界如此别致 只为重新定义顶级奢华的内涵 如果想体验惊奇 惊艳之旅 就请来施华洛士奇维也纳殿 在这里 每一次购物之旅 都是一段充满艺术享受和精神鼓舞的曼妙旅程 离开梦幻般的施华洛士奇水晶 德国VAMP钟表也会让您流连忘返 在纷繁的钟表世界中 拥有一百三十五年历史的德国VAMP钟表企业 一直以来都坚持将精选出的杰出作品 呈现给独具慧宴的表类专家 并通过设在制表传统发源地 格拉苏蒂天文台的制表中心 推出自己旗下的VAMP Crinometer Work 和VAMP The It Mister两大系列 共一百三十八款不同款式的 拥有天文台认证的男女万表 VAMP通过遍布全球的二十九家分店 向所有表类专业人士以及表类收藏爱好者 提供最精湛的服务和最专业的指导意见 VAMP作为顶级手表代理商 同时还向您提供百搭费力 僵尸单顿 朗格 卡蒂亚等各类选择 在距离最热闹的步行街不到五十米的地方 坐落着皇家买骨教堂 一个闹钟取静的地方 从1633年起 这里一直是哈布斯堡王朝家族成员的主要安葬地 存放在这里的一共有143位贵族的尸体 其中包括12位皇帝和18位皇后 他们的风格各有不同 既有新教徒式的朴素类型 也有奢华的洛可可式 最近一位葬入皇家买骨教堂的是在2008年 皇家买骨教堂是维也纳最热门的旅游景点之一 里面不仅有世界上最轻的旅行箱South Air系列 还有不同款式的Rimowall专业摄影箱 工业用箱以及定制箱 与其他众多箱包品牌比较 Rimowall更在意产品的功能性 至今保持着手工打造的传统 并且只在欧洲境内制造 维也纳国家歌剧院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歌剧院之一 也是音乐之都维也纳的主要象征 素有世界歌剧中心指称 它坐落在维也纳老城环形大道上 由奥地利著名建筑师 希克斯·鲍和缪尔设计都造于1861年 全世界最著名的作曲家 指挥家 演奏家 歌唱家和舞蹈家 都已能够在国家歌剧院演出而感到荣幸 面对国家歌剧院的左手边 坐落着维也纳卡维也纳旗舰店 如果你爱好摄影 如果你追求经典 如果你想拥有一台属于自己的莱卡相机 那就请一定要来到莱卡维也纳旗舰店 莱卡相机 对于选择它的人们来说 绝不仅仅是选择了那部相机 而是选择了一种高雅的生活方式 商场内拥有一百五十平方米展示空间 不论是全新莱卡产品 还是二手莱卡相机 又或是莱卡收藏品 那里都应有尽有 而在您轻松购物的同时 还能欣赏里面的摄影展和莱卡画廊 零距离感受 莱卡中木质、玻璃和金属三者完美的结合 瓦格纳总店位于维也纳老城中心 一幢十分现代的建筑中 环境优雅而时尚 该店经营劳力士已经近六十年 店内熟悉中文的服务人员 盛情邀请每一位华人朋友 在您前往购物的同时 享受顶级香槟和精美甜品 史蒂芬大教堂 史蒂芬大教堂 也是全世界最著名的哥特式教堂之一 至今已历八百多年 他那一百三十七米高的尖塔 是继科隆大教堂之后 全世界第二高的教堂尖塔 莫扎特是欧洲最伟大的古典主义音乐作曲家之一 35岁便英年早逝的莫扎特 留下的重要作品总括当时所有的音乐类型 他普出的协奏曲、交响曲、奏鸣曲、小夜曲、西游曲等等 成为后来古典音乐的主要形式 他同时也是歌剧方面的专家 他的歌剧具有强烈的音乐感染力 旋律非常优美、流畅、自然而深情 宣续调也富于歌唱性 其中以费加罗的婚礼、堂皇和摩迪最为杰出 交响乐也是莫扎特创作中的重要部分 他最有代表性的交响曲是他最后的三部 即降义大调、G小调和C大调交响曲 被视为是贝多芬之前的全部交响曲创作的最高成就 他的突出贡献在于各乐章主题之间的对比性 莫扎特在维也纳期间创作达到了最高潮 莫扎特再次度过了他生命中最幸福的时光 1784到1787 并写下了歌剧《费加罗的婚礼》和未完成的《安魂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维也纳·莫扎特乐团》创建于1986年 由维也纳最杰出的乐团和室内乐团的演奏家们组成 趋利于研究和演奏 维也纳古典音乐大师 沃尔夫冈·阿玛迪乌斯·莫扎特的作品 除了作曲家的交响曲和众多的乐器协奏曲之外 还包括他著名的歌剧中的著名永叹调和对唱 艺术家身穿历史服装 头戴长卷发 在维也纳金色大厅 维也纳歌剧院 维也纳音乐厅登场 这些理想的演出场所 让前来观赏音乐的观众们 在一夜之间重新置身于18世纪 那个辉煌的时代 《非诚勿扎特的作品》 在步行街的中部 是于1693年建成的鼠疫纪念碑 这是一个典型的巴洛克式建筑 是为了纪念1679年的大瘟疫 这个瘟疫吞噬了14万人 让维也纳几乎变成了一个死城 如今 这个精美细腻的圣主 成为了维也纳的景观之一 成为奥地利人 用以纪念那场灾难 和表现民族乐观与扩达的载体 正对着纪念碑的就是Biley店了 Biley 于1851年 由Core Friends Biley 在瑞士的一个小村庄成立 一个经营了百年的经典品牌 以鞋起家的Biley 至今更发展出皮包 时装 饰品等 成为世界级的精品王国 经过350道手续 才能完成的Scribe皮鞋 是Biley鞋中最受欢迎的经典代表 平均来说 每双Biley皮鞋 经过200道严格的制作与检验手 才能上市 纯手工制索 工艺繁琐 质量一流 Biley的所有工艺 全部在瑞士尽心打造 如果想得到与众不同的感受 请来这里 享受原汁原味的瑞士品牌文化 毋庸置疑 在奥地利的首都维也纳 当然也少不了 令女性顾客痴迷的Pandora珠宝店 其中一家 坐落在格拉本大街Tretnerhof二号 我们的产品系列 反映生活 激情和女人的珍贵时刻 你可以找到属于你的个人饰品 让自己沉浸在Pandora的世界里 你会对设计的多样性和创造性着迷 我们期待着您的光临 Pandora难忘的时刻 在维也纳 说到珠宝 万表 奢侈品和最时尚的生活方式 不能不提的便是瓦格纳 瓦格纳劳力士专卖店 是奥地利唯一一家劳力士专卖店 在缤纷多样 帝王之气的劳力士中 总会有您心仪的一款 而锦临这家劳力士专卖店 则是维也纳最大 最专业的奢侈品牌手表 及珠宝店 我们便能在 瓦格纳手表专卖店里 尽情选购劳力士 卡地亚 瓦格里 瓦邦 基加 香奈尔 浪琴等众多世界名牌手表 及珠宝 紧挨着皇宫入口处的洛斯楼 是由澳国著名设计师 于1900年完成的 其本身就是一件艺术品 坐落其中的 Shorlin珠宝行 向您提供顶级优质的手表 和珠表销售服务 书邻公司 作为一家传统的 钟表销售商代理 销售瑞士的高端品牌手表 如Ross Hoblot Parmigini Zenis Chroma Order Hermes 在书邻公司 您会享受到顶级的服务 以及钟表匠 为您每一款手表的细心呵护 公司旗下的首饰商铺 也坐落在金色U型商业街的 Colmark的旗号 Masya Colmark的旗号